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今天來和大家分享很多人 包括我本人 都很想看的森系自然主題的小島合集Part1 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胖丁的頻道 還有加入我的youtube和patreon的會員吧 這條影片的評論區也一樣會有抽獎的活動喲 第一個小島我們來到森系不規則地磚的鼻祖 他的小島 那他好像是第一個開始畫這種不規則的地磚 然後這種地磚就非常適合森林系自然系風格的小島使用 島主設計了非常多款不一樣的這種不規則的地磚 他好像也是第一個走這個風格的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大家也可以下載一下喲 然後這裡是他的裁縫墊 這裏是他的博物館 服務處附近也是放了商店 那比較偏功能性的都是集中在了主島的部分 我覺得這款地磚真的還挺方便的 因為增細的小島最大的問題可能就是比較容易迷路嘛 那其實這款地磚就可以做一個指引的功能 這裏是他的礦場 有時候不知道該去哪邊的時候就可以按照地磚的方向來走路 這裏上來之後是一戶小動物的家 然後我們再向前邊走 45度的拱橋 然後也是一戶小動物的家 下來之後 這裏也有更多小動物的住宅區 這一個森系小島是不太吊針的那種 走起來非常的舒服 然後在最後邊的話 他一共是做了三層 我們現在所在的是最高的一層 然後可以在這邊休息 眺望一下遠處的海 然後這裏是二層的部分 連接的是島主的其中一個家 也是可以從剛才那邊過來的 然後還可以回到一層的部分 是島主的另一個家 家的外邊還有一個黑色的小院子 然後這裏是有一個 非常搭配這款大理石的 噴泉的一個小廣場 這裏是有一個可以天音樂休息的地方 然後我們沿著這條小巷 回到一層的部分 這裏是其他的小動物的住宅區 我們先從上邊看一下 然後這裏是其他四戶小動物的住宅區 他連這個松樹的所在的這個地方 也自己畫了一款花壇 那島主也是有分享在自己的 廣場上的機器的 非常喜歡這種咖啡色系的小島 沙灘的部分他也是把它做成了一個公園 鋪上了這一款黑色的地磚 然後還種了椰子樹 和樹梨的這款柵欄 整個小島這樣子看起來 就變得好像面積更大了一些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弧心島的區域沒有去到 弧心島是他的果園和露營地的部分 整個小島逛下來就是不會迷路 不會掉針 非常的舒服 所以 果然是 森系不規則地磚的鼻祖的威嚴 非常喜歡這個小島 建議大家來自己逛一下喲 這個小島是帶一點熱帶風情的自然系小島 因為島上種了很多椰子樹 所以就帶一些熱帶風情啦 相信很多小夥伴都在Instagram 和網路其他地方見過這個機場入口 真的是非常漂亮和壯觀的入口了 那我們就來一起宿逛一下這個小島吧 那進來之後右手邊 這裡是有一個等候區 路面鋪了這種類似鵝卵石的地面 然後下來沙灘的部分是島主的一個家 然後讓我們從左手邊開始逛起 然後這邊的地板也是鋪了這一款深系的地板 然後下來之後是一些小動物的家 這個小島是還沒有完全公開所有的 島主應該還有一小部分沒有做完 但是小島整體也是非常漂亮的 他給每一個小動物的小院子 都做了不太一樣的風格 那我們再上來這邊看一下 這裡的話他是做了一個這種假的大橋 然後我們再上來這邊看一下 這邊進去的話是通過一個秘密花園一樣的感覺 就可以到後面小動物家的部分 那這個小動物還有自己的果園和養蜂香的地方 真的非常漂亮 真的非常漂亮了 然後再過來這邊 這個也是在網路上非常有名的 感覺這裡進去之後會是一個秘密的山洞 那其實是用了黑色的簡單壁板 然後讓我們回去剛才的那個對秤的部分 從這邊走過去呢 就到了島主的博物館 他的博物館的設計也是非常漂亮的 用到的是白色系列的不同的花花 然後搭配上這些雕塑品 然後這樣拉低視角呢 還能看到後面一排很整齊的松樹 真的非常的好看 這也是我見過比較特別一點的 博物館門前的設計了 然後我們從這邊是可以回到 剛才機場的部分 那如果我們從右上角走呢 就到了他的服務處 他就在這邊是他的主意 他就在這邊走 這裏也是有更多小動物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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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是把商店放在了這邊 真的每一個角度拉低視角都非常漂亮 然後這也是一戶小動物的家 生系小島的話就非常適合把小動物的家比較凌亂的 分散在小島的不同的部分 然後他伸出來的這個好望角 是做了這樣一個對稱的原木沙發的休息區 有一點點露營的感覺 島主有分享他所用到的一些這種透明格子的落葉 而且有搭配不同的顏色 可以搭配春天秋天冬天來使用 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在廣場上的機器上看一下喲 這個小島是帶一點咖啡色調的生系小島 那這是他的機場入口 這裡還可以簽字嗎 而且這是什麼要我洗手嗎 非常注重衛生 那一進來這一個角度就非常好看了 好我們先從左邊開始走吧 那左邊過來的話這裡是有一個菱蘭花的花園 然後左手邊是一個可以休息欣賞藝術品的小房間 哈囉瑞奇 然後再到左邊上面是他的礦場 然後沙灘的部分也是有做一個這種愜意的沙灘休息的地方 然後我們先繼續走到最左邊 這裡是有小動物的家 那這個島上的每一個小動物的前院也是做了不太一樣的設計 這一戶就是粉粉嫩嫩的 這一戶就是粉嫩嫩的 好的我們到後邊 這個角度也是非常的好看 那也是用了非常多咖啡色系的家具 然後這裡沿路走過來 就是剛才看到的礦場的部分 這裡還有一個小的植物園 然後繼續從中間這條路走 我們先去上邊的部分看一下 那這裡也是有一個可以喝咖啡讀書的小院子 然後上來這邊之後是島主的其中一個自宅 然後顏色是白色和粉色系的 再下來這邊是傑克的家 傑克在自己的院子裡悠閒的閒晃 然後讓我們這邊過一個小吊橋 這邊還能看到後邊有一個可以畫畫看星星看天文的一個區域 這個應該是島主 然後這邊跳過去 也是一戶小動物的家 這個小動物應該是很熱愛音樂吧 然後45度的吊橋 小動物的家 這裡下來這邊是什麼呢 也是小動物的家耶 這裡住的是小潤嗎 每一個小動物的院子都有精心的給安排一些不太一樣風格的家具 然後這邊下去的話是還有島主的家 這裡繼續往後應該是偶像姐妹的小院子 那同樣的他們的院子的裝修也是不太一樣的 這裡是一個野餐的區域 這個小島現在是在秋天 所以有很多果樹還有闊葉樹都變成了紅色的 真的非常好看的 然後我們繼續往右手邊這邊是他的露營地 然後再繼續往上邊走的話 這裡還有一戶小動物的家 這個小動物還蠻隱蔽的 它是自己有一個非常非常可愛的露天廚房 哇這裡感覺每個角度都可以拍照耶 我覺得逛別人家小島有一個問題就是容易迷路 尤其是深系的小島 那這邊教大家一個方法就是用手機上的緊急逃脫服務 那大家知道如果是在自己島上用這個的話 每次是要付100里樹作為一個費用的 但是如果是在夢境的話就是免費的啦 所以它會直接把你傳送到廣場的部分 如果你已經夢境參觀完島嶼了 卻發現回到廣場的路線非常的複雜 那就可以用這個方法直接回到這邊找夢美回家 雖然檢號檢舉鍵也是可以直接回家的 但是就會把別人給舉報了 所以我們要善用檢號鍵 那我們就利用了手機緊急服務回到廣場的部分 繼續來逛剩下的沒有去到的區域 剛才沒有去到的右手邊是它的兩個商店 裁縫店 這邊是放了一些帽子還有鞋子的裝飾 然後下來這邊的沙灘它是做了一個洗衣房 我覺得這個島主的沙灘都好大呀 然後我們從這邊上去 回到剛才廣場下面那個小噴泉廣場的部分 從這邊是可以上去的 就是它的博物館 博物館的門前也是一個喝咖啡的地方 然後這裡還有一隻霸王龍 下面是一個下沉式的圖書館或者是做實驗的地方 那這個小島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因為整個島嶼的動線比較複雜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區域沒有去到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非常建議大家自己來做夢看一下喲 接下來這個小島也是自然系的 然後它的層次感非常的好 每一步停留下來都是一個景觀 那首先一進來這裡是雅美的家 我想可能雅美是島主最喜歡的小動物吧 所以把它放在了門面的位置 那我們先從右手邊開始參觀 這裡進來之後是它的裁縫店 外面放了非常多白色的可愛的小裙子 然後這裡下來之後是一個植物園 哇 這邊放了好多綠植哦 右邊還有那個偽裝成西瓜的沙灘排球 然後我們去沙灘的部分看一下 這裡應該是一個可以釣魚和吃魚吃海鮮的地方 然後島主的浩旺角這個部分是做了一個起高的燈塔 然後穿過一個改過顏色的拱門 是一個有點卡通氣息的白色的區域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邊走 這裡是可以一直跳過去的 過來之後呢就開始有一些小動物的住宅區 它還把這個小雏菊的羊傘放在這邊作為一個裝飾 小動物的花園也是養了非常多白色系列的花花 然後下面是一個下沉式的露營地 然後現在我們是跳過來了地圖的左上角 這裡是一個讀書的地方 整體色系是比較偏白色系的 然後這裡有養蜜蜜蜜蜂的地方 然後往裡面走的話是狐狸的沙灘 這邊還有馬舊 後面是簡單地板做的一個馬舊 然後這裡是島主其中一個家 也是白色系的 然後這裡有養蜜蜜蜂的地方 還有小動物的家 那這個島我發現很多地方都是要靠跳過去的 然後再回來這邊 整個小島就是用白色系列的花花 來做了一個色調上對於白色基調的這樣一個控制 整體非常的小清新 這裡也是島主的另一個家 大家最喜歡的花是什麼呢 我最喜歡封信紫 還有白色的波斯菊 這裡是一個小教室嗎 好可愛 小動物上課的地方 那沙灘的部分也是白色花花 然後這邊應該是想做一個植物園 哈囉小影 從服務處的角落這樣走上去 是可以通往博物館的部分 那博物館的前面是做了一個 麵包店和咖啡廳的這樣一個區域 然後一路走過來就可以到達它的博物館 那博物館其實也是有連接其他的位置的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讀書的地方 以上就是今天深系自然主題小島合集part1的分享影片 希望大家還喜歡 記得幫我點個讚喲 最後想要感謝我的會員們對頻道的支持 那大家不要忘記訂閱我 還有加入discord和會員吧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